Hello 我是Ravy 鹽坐壁 我住在港島區私人屋苑 我的廚房大約40-50呎 因應自己的需要改裝過 因為20年前一個交通以外 我剛讀完書回香港 遇上一個交通以外 導致我要坐輪椅 手腳都不靈活 出院後要住回自己的家 發現廚房不能進入 很多起居飲食都要家人照顧 甚至喝杯水 都要靠家人才拿給我 我就覺得自己很不自主 自己很希望 會否自己可以有一個 方便進入廚房的空間 可以有回自己的生活 雖然受到限制 但他希望可以自立照顧自己 不管家人的反對搬出來住 而在室內設計方面 他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打造一個適合自己的廚房 最終我真的喜歡自己的地方 亦因為我認識了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室內設計師 真是知道我的生活需要 打造了我一個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飲食空間 你都見到我這個廚房 都是會擺放一些器具 都是一些很容易自己拿到的地方 這些鍋都放在這裡 這裡其實是下面打通的 我相信一般廚房 我相信下面也有很多廚櫃 我就沒有放的 你都見到全部東西都是流動式 我就算拿開了之後 我全部都可以很自如地切東西和拿東西 還有你見過路頭 為何我這裡說了刮空 為何這裡又不偷空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經驗 煮東西吃的時候 我發覺不要完全鎖 因為預設很熱的時候 油彈到 都起碼立刻走到 香港居住環境狹窄 廚房設計難免向上發展 但Raby的廚房就有一樣神器 可以幫助她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這個廚房也是改裝過 但有些高的地方 其實都要一些附帶器材 就是這支東西 這支東西叫做Helping Hand 專門是可以去一些軟的地方 你見到可以按這裡的時候 它會動到 高的地方就可以這樣拉 然後譬如一些輕的東西 我的紙巾因為很牙齒 你就可以夾它下來 耶 這樣就拿下來 還有好像抽油煙機 按鈕比較高 我想開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支Helping Hand 按鈕 非常方便就可以開始煮食了 在開始剛剛學習自己煮食的時候 Raby曾經發生過不同的小意外 但這些都沒有令到她氣餒 反而成為令到她 努力學會煮食的動力 我煮完之後 這一碟其實都開始有點熱 我都需要用一個膠的東西托著 因為其實我要推輪椅 對手又要握一碟又要推輪椅 又不可以單手 有危險的 食物要放大腿才行 但如果你放大腿 我曾經試過辣傷了 於是真的要發覺 要學這些位置一定要好 一定要確定是不熱的 我可以推出去吃東西 又很穩陣 對於普通人 入廚煮食是一件平凡不過的事 但對於Raby來說 由適應、學習到克服 每一步、每一個過程 都是令到她尋找人生意義的一個歷程 我想回自己當初 自己去不回廚房 煮回自己的食物 其實那種感覺真的沒有樂趣 和很無助 想吃的東西又煮不到 才發現 有回自己的廚房之後 真的可以找回自己很多樂趣 又買東西 到慢慢去做東西的過程 其實都很享受 所以我覺得廚房對我的意義 是令我生活更加圓滿的 今次我CHIP征來到京坊 為大家搜羅了很多食買玩的資訊 紙想去京坊 旅遊指南已經面世了 紙想去京坊 操作簡單又方便 快去紙想旅行的網站 免費下載了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